我看你干脆就从网路上去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在那个 这边Q1105底线 有没有新增资料库的语法 那因为我想说如果你们要自己key的话 而且容易key错 或者是说也容易花太多时间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直接给各位好了 你就把它copy一下 copy之后的话呢 直接就把它贴到你的哪里呢 贴到你的Marcho里面 这边是模组里面 你们刚刚不是有一个计算可以show的下方 那我先说明一下这里面 它到底做哪些 利用ADO ADO是一个元件 这个元件不在VBA里面 而是外部引用进来用的 所以等一下我要设定一个外部引用 那怎么去做设定外部引用 这边是 请你在工具里面有一个设定引用项目 那你一定要去做引用项目 因为本来VBA不能够存取资料库的 本来不行 那你要怎么变成可以 就是去引用一个外部别人写好的一个元件 一般都是所谓的DLL 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话 它是一个DLL DLL就是所谓的动态连结资料 动态连结程式库 那这个程式库的话里面就是写好别人写好的东西 那因为它没有开放原始码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写了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它可以帮我存取资料库就好了 我只要会用它 那我要怎么去引用特别注意 我这边已经引用进来 已经打勾了 我把它打勾先取消 打勾取消的话 我在引用一次给各位看 工具设定引用项目里面呢 往下找 它会有个Microsoft的一个开头 你就往下找 Microsoft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呢 叫做ADO 那应该是A开头的 有没有 Active 它叫Active什么呢 X的 这边有一个什么 Active Data Object 所以ADO的全称就是什么呢 Active Data Object 那它有这么多版本 请各位 务必选最新的 反正有2.8就2.8 有2.9就2.9 越新越好 为什么 因为它新的版本 才有支援新的资料库格式 如果你没有新的ADO的话呢 你可能不能够存取新的